本文由刘一乔主要原创,未经允许任何商业不得转载11月4日,44岁的徐静雷感性告白,在微博发完趁九年多以来,我时常有病,你永远有药,网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写给黄丽行,面对着大家的疑问,徐静雷还在评论区耐心回复网友,其中知名媒体人刘春直接点名黄药师。 随后徐静雷一个大拇指正在的表情外加一句刘贤德,也是渐渐印证的确就是在表白黄丽行。此外,也有网友着,金毛女士你必须永远幸福,徐静雷回复,I am trying to,正在努力,徐静雷的这句回复也在此确定表白对象就是黄丽行,不过这样的表白方式,真是太甜太文艺,令人羡慕。 据了解,徐静雷和黄丽行,是通过杜拉拉声直接相识恋爱,如今走过了九年的恋爱长逃。 徐静雷也曾透露,二人五年里没有红过脸跟没吵过架,并直言,对的人就是让你变得更好的人。 而现如今徐静雷罕见公开秀恩秀,是不是有什么好事要宣布呢? 毕竟大家还是十分期待,看到了二人牵手,走进昆仪殿堂的那一天,面则生宁,文中图片引用之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 Nou,呢?